撒下草木灰 再放入大量稻壳均匀搅拌 部落妇女拿起锄头 愚人节当天在台东县堂厂周边土地 种下洛生花籽 嘲讽意味浓厚 要让更多人了解部落洛生花 被政府跟厂商语弄 造成大量洛生花滞销 选在4月1号是因为我们的 就是我们部落的小农 或老人家就好像感觉 被那种中盘商的价格波动 就是戏弄这样子 去年全台洛生花产量过剩 让台东地区洛生花无处销售 民众认为政府跟中盘商 不应水意煽动族人种植洛生花 却又不协助收购 让农民得不偿失 收购箱前年他们要收购姜黄 就鼓励大家种 后来就是说一斤两百五买 后来很多部落的姜黄都没有被收购 然后去年就是洛生 然后最高就是一开始说收购是六十五元 后来就是三十二十五三十十块 每个部落小农或是说这些辛苦种植农民 他可以在收割之后的闲暇时间 也可以在运用这些土地的资源 比如说它的根筋叶其实尤其是筋部 它的纤维值很长 那它可以变成做成丝 事实上都可以创造一个部落 它的附加的产业 或者是说它的在地的特色 部落农民被中盘商剥削事件 层出不穷 洛生花产业落得如此下场 部落族人反思 打造部落特色产业独特性 而非一窝风抢中 或许可以避免农产滞销的问题 记者UMAS-Kazovian 台东市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 Shapiro 谢谢观看